我们今天来大渡口区的大渡口公园玩 然后呢 发现这个公园旁边有一个楼盘 修的挺高的 然后呢 据说这个是大渡口区最好的楼盘 最好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它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然后旁边的话一直去政府 所以说它当时的14,500 是大渡口区最贵的楼盘 可以看一下 它是超高层 还是在施工中 这个楼盘的话 这个楼下就是这个大渡口区也很大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地址所 还有下面的话有地址 二号线大渡口区在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九公园方圈 我觉得一万四千五的话 在这里买到就是感觉很赚 就觉得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呢 我们现在进这个公园的中间 然后逛一下这个复制 这个公园人挺多的 你看那边游乐设施也挺多 然后那边还有游乐园 就这公园感觉在四公县有这么一块位置 然后弄一个公园 然后很多人在这里休闲玩耍呀 还有儿童有游乐园啊 一应俱全感觉 你看这个游客很高到这个 这个水池公园里面的 这个很高度看很香料 这里有很多短期愿设施 你看这边很多人在短期愿设施 然后在电视运动 感觉这里配套很完善啊 来你去我家球员 现在我家球员 呢 你去我家球员 那我家球员 这个是球员 你看这个陪你也都干啥了 一下球员 现在我家球员 这一点都干啥了 你现在从我这个游客看过去的话 这个这个 房游客公园的楼盘 全市测构成 然后楼下还有一个 很大的荣卜 就是有山游水的 然后有公园还有福波 但是房价的话就是当初开盘只在一万四左右 如果说放在北极的话 那这里肯定是两万多了 重庆放展了这么多年 不知道就是像奥德国区的房价石中处的北区 像宇北叫北这边的话 就是宇北配一个盘子多 就是一两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